几乎每个糖友都知道,严格控制血糖,可以大幅降低高血糖,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伤害,降低病发症风险,所以大多数糖友的评判血糖控制的好不好时,都会想到各种治标,如,空腹血糖小于,等于6.1毫无二每升,残后血糖小于,等于8.0毫无二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,H4EC,6.5%, 于是,很多糖友都松了一口气,认为,饮食可以多吃点了,运动可以少一点了,其实不然,降低H4EC控制标准,仍存在争议,切勿盲目实行,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,但要知道的是,不同糖友,不论是残后血糖,空腹血糖,还是H4EC,其控制标准是不一样的, 氨化血糖蛋白,被称为衡量水平的金标准,它能反映出近二到三个月的血糖平均水平,但对H4EC的控制目标,其实国内啊,早有共识,不同糖友,控糖标准有差异,如2017年,沃古二型糖尿病防治治男子猪, 一对于大多数成年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合理控制目标,建议H4EC,7%,二对于病程较短,预期寿命较长,无病发症,为何病心血管疾病,无低血糖或其他不良反应的前提下的糖友,血糖控制目标准更为严格,建议H4EC,6.5%, 在对于有严重低血糖时,预期寿命较短,又显著的胃血管或大血管病发症,血糖控制目标则相对宽松,建议H4EC,8.0%,为什么有些人的血糖指标高了也在合理范围,但有些人的指标一定要严格按照血糖控制标准,首先,糖友对血糖的强控能力较低,无论是降糖还是升糖都有一定的缺陷, 其次,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,年龄,糖龄,体质,其他疾病肯因素,都会影响血糖值,而血糖过高,过低,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,可能有发更严重的疾病,我国制定成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标准为,空腹血糖4.4,6.1毫模2内生,残后血糖4.4到8.0毫模2内生, 糖化血风蛋白,6.5%,主要适用于普通的成年糖尿,尤其是二型糖尿病人,那么,哪些人是特殊群体,控制目标是多少? 一,老年人大于等于60岁,一方面,随着年龄的增长,机体功能会逐渐退化,包括调节血糖的能力,所以老年人的血糖控制标准相对较为宽松。 另一方面,老年糖尿的低血糖风险相对较高,且容易发生无症状性低血糖,也就是发生低血糖前没有征兆,年重时可直接陷入昏迷状态,甚至诱发促重,心肝等致命危险。 所以,老年糖尿病重在减少病发症,改善生存质量,提高预期寿命,血糖指标适当宽松,故意过低,建议,一一般对于年纪不是太大,患病时间不长,无其他病发症的新老年糖尿,控制目标可以稍微严格一点,如,空腹血糖5.0-7.2mmol每升, 餐后二小时,血糖8.0-10.0mmol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,7.5%。 二对于年纪较大,糖尿较长,尤其他患病的糖尿,控制目标可适当放宽,如,空腹血糖5.0-8.3mmol每升, 餐后二小时,血糖8.0-11.0mmol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,8.0%好。 咱对于年纪大,超过80岁,糖临长,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,皆有严重病发症的人,控制目标就相对更宽松,如,空腹血糖5.0-10.0mmol每升, 餐后二小时,血糖8.0-11.1mmol每升,糖化血红蛋白,8.5%。 二有严重病发症者,糖尿病发症到一定程度,血糖控制很难达到理想状态,很可能出现病发症。 当发生严重病发症时,或是血糖波动幅度大,经常发生低血糖者,或长期末床,生活无法自理者, 或有其他炎肉疾病或多种慢病病存时,血糖的控制目标也可以适当放宽,如,空腹血糖不超过8.0mmol每升, 残后血糖不超过11.0mmol每升。 三,孕妇,高血糖,对孕妇以及胎儿都会造成不良影响,甚至会加重病发症的病变,因此孕妇要特别注意血糖, 尤其是在怀孕前就已经患有糖尿病者。 对孕妇来说,在不出现低血糖的前提下,空腹血糖,残后血糖等指标,应尽可能接近正常水平。 对口服用药者,建议H8EC6.5,空腹血糖5.3mmol每升,残后一小时血糖7.8mmol每升,残后二小时血糖6.7mmol每升。 四,儿童和青少年,儿童和青少年,虽因性糖尿病为主,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,且相对而言, 儿童的预导贵解细胞功能筛减的速度更快,更早出现糖尿病病发症, 甚至许多患者在起病时,就已经合并出现其他代息异常,但不宜过度追求血糖指标, 因为除了低血糖风险,还可能离领食摄入不足,造成营养缺乏,影响正常的生长、发育。 因此,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高血糖群起,可以适当放宽地点血糖控制指标, 如果出现营养不良症,也可以口服营养补充剂,相对而言,对血糖的营养想,但吸收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